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公汤姆非常喜欢冒险和探索新地方 尤其对亚马逊雨林情有独钟 在他的梦想和坚持下 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并飞往南美 当汤姆到达亚马逊雨林时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绿数长音 鸟翱翔 各种声音交织 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汤姆的向导卡洛斯是当地人 对丛林非常熟悉 他带着汤姆四处参观 向他们介绍生活在丛林中的不同植物和动物 他们看到了猴子荡来荡去 五彩编纷的鸟飞翔 巨大的蝴蝶翩翩起舞 当汤姆看到亚马逊河时 他特别兴奋 他一直对这条河非常好奇 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看看 他乘船游览 看到了巨大的水塔在水中畅游 粉红色的海豚跃出水面 凯门厄在岸边晒日光玉 卡洛斯带着汤姆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徒步旅行 去看住在丛林深处的土著部落 汤姆对他们简单而快乐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们与丛林的身后联系著迷 与族人相处了几天后 他们专程踏上了看丛林巨树的旅程 卡洛斯把他带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里的树很高 消失在云层中 汤姆对他们的大小和美丽感到震惊 他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当汤姆的旅行接近尾声时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亚马逊雨林 他了解了很多关于这里的植物 动物和人们 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他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去亚马逊雨林的冒险了 当汤姆回到家时 他跟他的父母分享了他在亚马逊雨林的故事 并给他们看奇珍异寿的照片 让他们感到惊讶 他们为汤姆走出舒适区 并体验新事物而感到自豪 这趟亚马逊雨林之旅 让汤姆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奇妙的地方和冒险 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更多的地方 他很感激这次的旅程 并决心在未来继续更多的冒险 如果您也喜欢探险和冒险 那么这本我的亚马逊历险记小说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好书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是位于南美洲的广阔而美丽的森林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面积约670万平方公里 是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的家园 亚马逊雨林有时被称为地球之废 因为它产生了世界上20%以上的氧气 这意味着它在保持我们呼吸的空气清洁和健康方面起助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马逊雨林中生活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动物 包括美洲虎、树兰、猴子以及鹦鹉和巨嘴鸟等五颜六色的鸟类 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 例如凤梨科植物、兰花和高达50米的高大乔木 亚马逊雨林是许多原住民群体的家园 它们在森林中生活了数千年 这些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它们努力保护热带雨林和它们的生活方式 不幸的是 亚马逊雨林也面临着许多威胁 包括森林砍伐、气候变化和污染 这些威胁使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的动物 植物和人类处于危险之中 了解亚马逊雨林及其面临的挑战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保护它 通过了解这个神奇的地方 我们可以欣赏它的美丽 并努力为子孙后代保持健康 亚马逊雨林是许多不同族群的家园 但最著名的是亚诺玛米人 卡亚波人、阿沙宁卡人、马奇斯人和亚瓜人 这些族群在亚马逊地区生活了数百年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亚诺玛米人 是生活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一群人 亚诺玛米人约有三万五千人 他们以使用吹剑和毒剑狩猎而闻名 卡亚波人 也来自巴西 约有一万人 他们住在新古原住民公园 这是一个热带雨林保护区 卡亚波以及人体彩绘和精致的头饰而闻名 阿沙宁卡人 居住在秘鲁和巴西 约有十二万人 他们有极复杂的编程 好似做精致而闻名 马奇斯人 居住在秘鲁和巴西 大约有两千两百人 他们已了解药用植物和使用吹剑打猎而闻名 亚瓜人 生活在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 约有六千人 他们已使用Curea而闻名 这是一种用于捕鱼和运输的独木舟 这些土著群体面临着许多挑战 包括砍伐森林和侵占他们的土地 然而他们继续努力保护他们在亚马逊雨林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他们是生活在水中的可爱顽皮的动物 某些种类的水塔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些迷人的动物以及他们如何在森林中生活 在亚马逊雨林中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水塔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游泳和觅食 他们以生活在水中的鱼 卸合其他小动物为食 而且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捕食方式 水塔用他们灵敏的胡须来探测水中鱼和其他动物的活动 他们可以以每小时九公里的速度游动来捕捉他们 在亚马逊雨林中 水塔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有助于控制鱼类数量 从而有助于为生活在森林中的其他动物保持水的清洁和健康 水塔还有助于传播种子 不幸的是 与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许多动物一样 水塔也面临着许多威胁 污染、栖息地丧尸和狩猎都是水塔重群处于危险之中 了解这些动物及其面临的挑战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他们 总之 水塔是生活在水中的可爱迷人的动物 在亚马逊雨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保护他们和其他以森林为家的动物 亚马逊雨林是许多神奇生物的家园 其中包括一种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的生物粉红海豚 粉红海豚也被称为伯托或亚马逊河豚 它们是一种独特的海豚 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淡水河流中 粉红海豚之所以被称为粉红色 是因为它们的颜色成粉红色 它们还以长而细的鼻子和能够在浅水中游泳而不受伤害的能力而闻名 粉红海豚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之一是它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们使用声音来导航并与其他海豚交流 它们甚至可以一起捕鱼 粉红海豚也是非常群居的动物 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的游泳 粉红海豚也是亚马逊雨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吃鱼并帮助控制鱼类数量 这有助于为生活在森林中的其他动物保持水的清洁和健康 它们还有助于传播种子 这对于森林中心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粉红海豚面临着许多威胁 污染、栖息地丧尸和狩猎都使粉红海豚重群处于危险之中 了解这些动物及其面临的挑战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它们 总之 粉红海豚是生活在亚马逊雨林淡水河流中的迷人而独特的动物 让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保护它们和其他以森林为家的动物 通过了解这些神奇的生物 我们可以欣赏它们的美丽 并努力让它们的紫色后代保持健康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并提供信息 喜欢这个视频请与您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信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